大家好,我是冰哥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大虾非常好吃的做法 千丝万缕丧蓉蒸虾 寓意腰肠万贯 这样做出来虾嫩鲜香肉味 蒜香浓郁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做出来非常的漂亮 小朋友们都特别的喜欢吃 学会这道菜 全家都会夸宁式大厨 接下来就请跟着我的视频 看我是怎样做的吧 首先准备两小百人口粉丝 碗里面加入适量的温水 水要没过粉丝 切翻一旁泡发十分钟左右 然后再准备半斤左右的大虾 将大虾放到菜板上 用刀切去大虾的头部 然后再去掉虾壳 虾壳不要全部去掉 去掉三分之二就可以了 尾巴要留着 那样做出来会非常的漂亮 把虾壳去成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虾肉放到菜板上 用菜刀在它的背部轻轻地划上一刀 再把大虾的尾巴从里面穿过来 一个漂亮的大虾就做好了 没看清楚的朋友 我们再看一遍 用刀切去它的头部 再用手灭掉它的外壳 外壳去掉三分之二处左右就可以了 去壳以后把虾肉放到菜板上 用刀在它的背部轻轻地划上一刀 再去掉虾线 然后再把虾尾从里面穿过来就可以了 虾肉处理好后 我们的粉丝也泡好了 我们取一把粉丝 用手藏在手指上 再绕上几圈就可以了 一个小小的鸟巢一样 然后把粉丝铺在盘子上面 粉丝弄好后 再把虾肉塞在粉丝里面 然后我们再准备多一点的大蒜 先将大蒜切成薄片 再改刀把大蒜切成蒜末 蒜末尽可能的切碎一点 切好以后将大蒜装入一个小碗里面 再准备几个新鲜的小米辣 将小米辣切成圈 再把小米辣切碎 切成根蒜末差不多大小 切好以后和蒜末装一起备用 再往里面淋入滚烫的热油 激发出香味 再加入一勺蚝油 一小勺生抽 再加入一勺鸡精 一小勺白糖 用小勺子将它们搅拌均匀 一个万龙的蒜蓉酱就做好了 将蒜蓉酱搅拌均匀以后 再把蒜蓉酱浇在大虾上面 然后把大虾放入蒸锅里面 扣上盖子 上去蒸十分钟左右 好了 时间到 打开盖子 哇 太香了 也非常的漂亮 然后我们用防烫夹把大虾夹出来 再放到案板上 然后在上面淋入少许的蒸鱼饰油 再撒上一点葱花就可以了 最后在上面淋上滚烫的热油 一道非常好吃的切丝万缕 蒜蓉蒸虾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非常的漂亮 蒜香浓郁 虾肉也鲜嫩肉味 一口一把粉丝和虾肉 真的是太过瘾了 小孩不想吃饭 做上一道这样的蒜蓉粉丝蒸虾 一下就能打开孩子们的味蕾 喜欢的朋友就收散起来 自己在家试试做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麻烦深出您发达的小手 给我点个免费的小星星鼓励一下 您的每一个点赞 关注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前进的动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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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